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部分 立即看看第四場 四場已是四班次的拆組賽 冷門 這場正本洪森不是很出奇 上場都有選擇他 好狀態 前一場跑第二 不過你不會知道他如何跑 他有時後追,有時擺前 今天不是,他又排第五位 起步也挺前的 慢慢拖後一點點 放頭是齊軒大勝 埋到欄,有速度三檔 容天鵬其實最後都有說 正本洪森貴初,他是試過為苦洋 回到前仗的較為主動的跑法 起碼不要太落後 上季那些他是後追 其實是很厲害的 買了很多種跑法都可以 他其實去到轉彎尾時 又再前一點點 但同一個梁家駿 這場是熱門的疑心升 這場他又沒有刻意走出去 這場他沒有走出去 模式沒有在來蘭 現在回到來日馬就不多了 因為他都是熱門來的 打下去沒甚麼 是否因為加了五磅 今次甚麼較為重磅 有些吃力 這場他又沒有走出去 磅磅也可以考慮一下 看看第四場分段時間 頭段是23至73 第二段是23至03 每段23秒71 賽事時間1分10秒47 這場挺難玩的 不過正本洪森這場馬 一定有能力的馬 臨場我們都說是沙遠很漂亮 不過他演出比較波動 你不會知道他何時擺得好 但是他神操這些馬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即是有少許超了賠率 如果說二十多倍 其實是五磅馬 不過就是像你所說 因為他比較難掌握一點 波動一點 一定要有些賠率才能拚 加上有些馬 剛才說的疑心升 他第一又加了磅 第二 可能他在這個位置 他比較難拿出去 因為其實他一直都在內蘭 外側又有馬 即是你不可以硬地拚出去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但看上去就真的 好像跑到這場 你覺得裡面的馬走起來 就真的立腳一點 跑得好其他 第二、第三名的那些 人和家勝 其實都是跑中間那條線 那邊衝上來 除此之外 其實外面有些馬衝上來 勢又不是太差 譬如贏多多 雖然差前四的勢 勢不是太多 但也有起舞幾步上來 反而我覺得 齊天大勝這次賽事搶前 他最後的幾步勢頭 第四名真的不太厲害 我想這隻馬的狀態 還有一些進步空間 到今天為止 雖然有幾場三四五名 但這隻馬還未適合 我們先看看第五場 現在看看三T頭 第五場是四班一里 四班1650 起步點不一樣 是1650 這場也很神奇 現在那隻海島財子 外面慢慢上來 早段十二檔 早段十二檔 十二檔 現在在後面也三疊 當位不好 你也是逼迫 即是縮後一點 就在外面 我以為它一定不好形勢 現在你也二疊半 早段的縮在後面 但彎位你見到 要逐步慢慢加速上來 可以大家看看 二號淺藍三海島財子 但真的要留到這麼厚 追人又重磅 打算早一點 打算早段應該主動內蕩 更好一點 不過可能主動 打算更好一點 結果又不太好 超級黃蜂放在前面走 大熱門是細澤陰星 早段沒有刻意留 曾經第一個彎是四疊 現在就叫做二疊 拍著超級黃蜂一起放 早就黃胸了 蝕多一點腳程 都未必是最好的跑法 連信奔炮又是這個階段 是走上來的 即是第三位紅眼罩 但就不算將這一段段速推快很多 其實都是保持軍速 他又不是跑法的馬 所以根本就過不了頭 然後去摸 整體步速都不慢 不快的 不過你看 因為細澤陰星 他可能一早都是網空了 他回到來 其實他又不是怎樣加速 但你看看他轉多少碟彎 海盜才子 八碟樓上去 十碟 那個彎 這樣可以贏得到 今晚其實很少 又可以這樣贏 都挺厲害的 拉斯有幾步 但你看細澤陰星 自己的暴頭又不厲害 很縮 相對之下 海盜才子掩蓋上來就比較厲害 再看看細澤陰星 其實形勢不太遷就 你看到潘頓想早點埋 但裏面有些 但我不太明白他怎樣想 因為這一日馬 你一定不會快到可以過到 裏面的馬埋難 他可能想在這裏拖 但拖不了 對,拖不了 你看看那些開懷大少 他早段也先撐住他 撐住他 開懷大少少慢慢拖 在中路上 是,他在中路上 黃三黑沒有那一匹 我們看到開店 其實一對的冷門馬 都在外面上來 我想又未必是最佳跑法 但是形勢始然 我們以為是 一早就忘空了 全正二疊忘空 好,分斷時間第五場 投團率27.83 第二段24秒44 第三段24秒50 每段24秒54 這場賽事時間一點也不快 1分41秒31 這場賽事有訪問 贏的是海盜才子 看一看姚本輝的訪問 梁家俊騎士是既一公 然後馬本身是健康的 梁家俊很久很久沒有跑好這個馬 但是他也發揮得很好 臨場的應變能力做得很好 在哪裡發力 馬都很忠心 是很意外 對,馬是狀態很好的 很意外,他贏得到 或者跑的位置也不奇怪 傳憑其實是他努力 輝哥這匹馬金貴就很穩定 但是其實對上有兩場 看到他入閘的時候 都有一些少許脾氣 其實是為何會出現這個原因 近期他以往不是這樣 近期不知為何他有一些少許 扭計入閘那裡 我們從佛教得很好的 改善了很多 所以這次 你進閘都順利的 有沒有數過今季梁家俊和姚本輝贏了多少場 人甲人緣 近幾個月開始的合作成功 很神奇 那些馬放了梁家俊 因為我去頭有留意 本來他很喜歡極速奔馳 我發覺姚本輝和班明輝兩下輝 連兩季都沒有贏馬 一批就有 上一次都是他把第二 但是那兩季沒有進的 但是梁家俊好像跟他合得很好 一騎上去的馬就好像 很神奇 他自己也說 估計都是胚死 幸好是胚死 現在贏了 當然也要一件事 就是不放棄 老實說 有些騎士是那個 大灣轉到回來 入到直路 然後半收工 他不斷 那一定不贏 他不是 他跟你跑盡他 有時跑完就要這樣才贏 歷策之下 你可見到海刀才子的加速可以再強一點 再強一點 當然 但也說回 其實世宅陰星 變成了世宅陰宮 他總是經常差一點形勢 這一場也是 你看到其實他都頂到回來 其實現在他輸不太多給海刀才子 一條頸位 輸一條頸位 他入到直路 其實你看到他都不太多 他一直出著一邊腳 轉不到腳 不是怎樣加速 但是都可以頂到只輸一條頸 可能真的一起步之後 頭斷那裡 多一點點好彩 早點埋到二碟 已經不同了 看看會否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看完這個3D頭關 馬上看看刺關 第六場 另一場的賊組 就是四班千二的第二組賊組 都繼續冷悶 轉一轉人沒問題 今次返回真滿式的子雲冰 以為是小雲冰 這場才有戰隊 是呀 很大的戰隊 現在早段都包尾 七號仔 都是中落一些姻緣 可能找他騎 因為以前騎過 又騎得好 其實上次 上次其實會怎樣呢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我更加好奇 如果莫雷拉騎會不會贏 這也是一個挺好的問題 方仔用莫雷拉騎 那些馬都很難計 因為上次其實完全未見到 他贏馬這個姿態 可以這麼清脆利落 都沒得如果 所以這個問題就沒有答案了 有紅利 卻缺貨 不過就放在前面 原本輝近期的馬都很肯薄 不管你 三隻馬逼著他都算是這樣的 這彎都輕輕走出來 走出一點 不走內難 但主角就在最開 外面上你 趙雲冰 大家都害怕受當 但他真的追好很多上來 打拋一下就當不是差的 都比較平均 第二名就是5號的有紅利 大二門 分短時間3D撤關 頭段是23月42 第二段是22月89 每段是24秒10 賽事時間1分10秒41 今場賽事 梁家鎮是需要停賽的 一起看看董事怎樣說 去到第六場 梁家鎮其實有紅利 在末段不小心拆 其實要停賽的 因為在最後50米的時候 他都在那裏蹲下頭 因為其實這隻馬 就不為意這隻馬飄出來 令到他外側的特工那裏都夾了 而蝕恩那裏都要立備 這裡梁家鎮就承認不小心拆 因為他有一個良好的紀錄 罰了兩天停賽 就不需要罰款 他就會騎完6月28日之後 就停7月1日和6日這兩天 好了有個數據圖一齊看看 講到騎年方面 梁家鎮霍雲星谷速賽事 近10次合作的成績 10次裡面賞賣率50% 贏的勝出率更加到20% 原本是10% 這隻就按次拉夫 多了一倍 但還有那些233 344 那些計算 沒有50%也有40% 都可以的 不過這場潘頓 其實潘頓也不太好運 尤其是習鎮的形勢不俗 這場那隻財俊 其實他早段也不知 挨挨難還是甚麼都疾了 他被升無定壓倒他 少少影響到 如果不是那些壓一壓 他現在回到來都是輸半個馬位 可能有可能第二 甚至跟頭馬都可以爭 加上好像都是 結果他要在內蘭上 是沒有那麼遷就 對 但上次財俊已經很好 我覺得四班仍然有機會贏 除此之外 111仍然贏 其實都開始近 近不止一程是賽事 但看上去 好像沒有甚麼冠軍相 這次發過第四 其實剛才這樣說 你有時看到這些臨場換人 都可能是稱一下 其中除了方家柏 跟霍宏星有時時有佳作之外 另一個臨馬師比較多 會多些馬支持霍宏星 賀賢 這些都是接下來要留意的 究竟是哪一隻 大家都可以記住這些數據 第六場就看完了 我們休息回來看三天美軍